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团乱 还可以看到血迹斑斑 令人触目惊心 这起踩踏悲剧发生在夜门首都沙纳的一间学校 周三晚间有商人组织在这里发放补助金 价值9美元折合新台币约270元 吸引了上百人涌入学校来强领补助金 根据目击者指称 当时警卫看到人群快要失控 于是就对空鸣枪 却不慎击中了电线产生爆炸的火光 反而导致这些人群恐慌逃生 酿成了踩踏悲剧 而根据法新社报道 至少79人死亡 110人受伤 送医急救 其中13人的伤势比较严重 官员也随后发声明表示 负责发放救济金的这些人员已经遭到拘留 要调查是否有人为疏失 而意味就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戒月结束之前 即将迎接开斋戒这盛大的庆祝活动 没有想到就先发生踩踏悲剧 让开斋戒蒙上一层阴影 以上社会早上到今天请 受到恶物战争影响 全球粮食的产量和价格已经相当不稳定 现在又有极端气候来搅局 西班牙靠近地中海沿岸大干旱 导致了橄榄油价格飙升27% 而过去一年各种天灾 也让全世界面临20年以来最严重的米黄 地面均裂纹路密密麻麻 很难想象原本的水库 现在半滴水都没有 欧洲南部严重干旱 西班牙缺水一种商品大涨价 橄榄油价格是一千年质的产品 产局缺水 橄榄油价格飙涨27% 而过去一年极端气候 大陆巴基斯坦等等稻米产地也欠收 另外在欧洲 农民抗议欧盟给乌克兰股物 特别关税优惠 包括保加利亚 斯洛法克 匈牙利等产粮国 为了保护国内市场 持续禁止乌克兰粮食输入 量食价格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俄乌黑海股物协议即将到期 但俄罗斯放话不再延长 恐怕继续冲击全球粮食价格 从小麦稻米到橄榄油 食品变贵波动又大 粮食价格带动通膨 持续成为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 DBS新闻众后报导 中国大陆如玉的熊猫 乐乐二月离世 原因还没有公布 现在泰国动物园的大熊猫灵会 18号才被发现笔记流血 结果隔了一天就突然死亡 对此大陆外交部表示难过和惋惜 中泰双边的专家也正就 林慧的死因展开了联合调查 18号一名网友在泰国青迈动物园 拍下吕泰大猫熊林慧最后身影 当时林慧鼻子可以看到明显出血 精神状况也相当不好 这个是刚进来林慧躺到那一边 然后我看到了他鼻子有流血 之后呢他自己精神状态好一些 鼻子止住以后 他趴到了他经常睡觉的地方 林慧流鼻血当晚就突然陷入昏迷 19号凌晨1点10分抢救无效死亡 双方的专家嘛 就是会精彩的就林慧的影响开调查 我们中国做青迈领事的每个月都会过去 探望大熊猫林慧的 然后去年也刚给他去办过那个生日 22岁的林慧相当于人类年龄70岁 他2003年被送到泰国青迈动物园 吕泰20年深受当地人喜爱 2009年还在泰国生下女儿 中方对吕泰大熊猫林慧离世 感到难过和惋惜 大猫熊外形淘喜数量稀少 在大陆拓展外交上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17号有民众在南京动物园拍下 饲养员用竹竿拍打猫熊 引发轩然大波 大猫熊暖暖享用大餐时 饲养员用竹竿从后方拍打 催促他快点回窝里 尽管饲养员这个动作感觉没有太过用力 但立刻遭到游客投诉行为不妥 原方除了立刻道歉 还对饲养员进行惩处 立刻停止工作外 永远不得在园区饲养猫熊 猫熊在大陆可以说不能受半点委屈 多次被大陆民众指控 遭到美国虐待的旅美大猫熊鸭鸭 4月7号合同到期后 回大陆程序已经进入最后审核 最快4月底 鸭鸭将在美方兽医陪同下 被送回上海 TVBS新闻谢谢丽米珍 众矿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19日在国会回顾这一次中国新表示 德国将中国定义为伙伴 竞争者和体制对手 可惜此行的印象是 中国大陆越来越成为欧洲的体制对手 贝尔伯克直言 中国不仅对外更强硬 和具攻击性 对内的压迫程度更胜一望 部分程度超乎震惊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应该尽可能合作 不过德国得告别天真的想法 至于大陆环台军演 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 针对在野党议员询问如何支持台湾时 瑞伯克表示 最好的方法是公开对台海稳定表达忧心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是德国的目标 台海现况不应单方面改变 更不能使用武力 来看到 福利宾国防部长亲自证实 要是打仗了 如何撤离15万名的侨民 是首要考量 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新的演说 更把台湾形容成当今最危险的冲突点 呼吁各方冷静 避免战争 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 除了设时弹 还演练怎么处理大规模伤亡状况 地点就在距离台湾400公里的海军基地 基因尼传出 由你撤侨计划 现在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证实 如果共军武力犯台 可能把在台菲律宾人撤到指定战略据点 担心台海开战的 还有新加坡 李显龙国会演说提台湾 认为美中关系短期很难回温 就怕误判台海擦枪走火 和平反战挂嘴边 前文化部长龙印台投书纽约时报 提到台海问题让朋友之间反目 台湾应该走出美中对立 用务实的态度和大陆和解 文章最后龙印台说 明年国民党胜选两岸关系可能缓解 对于民进党赢就很难说 显然对2024表态了 而亚洲以外国家同样关注台海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态度强硬 接受卫报访问时说 他完全不同意台海是中国大陆内政问题 TBS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报导 意大利官员暗示愿意取消加入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希望获得台湾供应半导体的承诺 意大利工业部的官员近期在台北开会 讨论了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的合作计划 一国官员向台湾方面透露 意大利或许会取消加入一带一路 不过最终决定仍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手上 目前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根据中益双方的合作案 如果意大利没有决定退出 协议将在2024年自动延续 由于欧盟正试图在中方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意大利对于一带一路的决定 也备受外界的关注 台信电即将公布首季的财报 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预计第一季净利下滑可能达到百分之五 分析认为半导体需求量可能在下半年出现反弹 但中方对美国晶片禁令的报复战略 将会是一大一牛 专家认为中国大陆网络安全主管机关 正在审核美光科技的产品 对于西方企业将展开更多的调查 也让台积电的风险逐渐攀升 晶片战争的作者Chris Miller也认为 北京当局可能透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技术进口壁垒 要求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企业 必须采用当地的国产零件 这将对于台积电造成很大的伤害 一旦中国大陆手机制造商采购国内晶片 或自行开发晶片 将迫使像是高通等企业大砍台积电的订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 因为前后都有拜会行程 加上拜会比表定时间久 他一到现场就说直接进入问答时间 而大陆学生也狂问两岸议题 要对岸直接放弃九二共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用一个比喻 让大家了解为什么 翻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讲 这英文版修士反而被柯文哲吐槽 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生演讲 在场大陆学生狂问两岸问题 大陆方面的定义是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台湾方面的定义是一中各表 没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中国 所以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你要说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也同意啊 做台湾人和做中国这两件事情 是矛盾的吗 全盘否认会造成双方很大的冲击 但是总要说出 something different 也有人关心台湾邦交国越来越少 台湾多一个邦交国少一个邦交国 你觉得对台湾现在有差吗 所以我忘记对他 刚才在讲说 你每天看到什么蔡英文的消息 你就不高兴 你不要看就好了 康文哲的回应让现场笑声不断 只是原本应该来演讲 却因为形成紧凑 因为康文哲马上要去国会山庄 拜会共和党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康文哲跟国会台湾连线主席会面一个小时 主要谈要帮台湾加入区域组织 另外还有要谢谢他们对台湾长期以来的支持 以上就是TVBS记者华少平 李平来自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 同样式选战话题 曾在2020大选期间担任宋楚于总统办公室 发言人的知名主持人于美人 今天宣布将正式投入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立委选举 对于先前传出渴望加入民众党 他不仅直接否认 对于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喊话 团结 他也反问 是要在什么目标下团结 与其说是我选择了中正万华 不如说是中正万华召唤了我过来 从演艺圈跳进政治圈 中正万华立委余美人这下确定要选 政党给你的好 都是要还的 我出来参选 也要还 也得还 但是 我要还的是 是中正万华的人民 没有大家同行 脸书引用木兰词壮行 只是去年底 于美人曾对当时参选台北市党的黄珊珊 全力相挺 也一度被认为这回渴望披挂民众党籍 我是连五党籍 这样的名字 都不愿意披挂在我的身上 不愿挂上党籍 宣布投入选举 偏偏挑戴柯主席的防美型 跟党离得越远越好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例如更新后的民众党官网 就多了一位党籍县市首长 事后才被证实 原来金门县党陈福海早在选前 悄悄入党 不要说秘密党 第一点他跟我相谈盛犯嘛 其实从2018到现在 我都跟他来往蛮多了 他很早以前就入党 不是现在才入党 为什么加入民众党吗 只是小党首长突然加一 本该是个好消息 怎知如此低调保密 事后本人又不回应 TV毕业宣 陈平昊 花草 平之动 请立平 叶峰尾 台北报道 但已经掌握美国动态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多明尼投票系统公司 对于福斯新闻 有关川普宣称 2020总统选举 有计票弊端的报道 提高诽谤 并求偿16亿 在开庭前一刻 两方是以7亿8750万元 打成庭外和解 曼哈顿金融区 有一栋停车场 发生了坍塌 造成一死五伤 当局表示 该建筑2003年的一个违规 仍未改正状态 内容为一层天花板 裂缝和混泥土 覆盖钢梁缺失 纽约州20岁女子吉利斯 晚间开车 载着三名朋友 造访别的友人 天色漆黑 又没有灯光 车子误闯当地居民的车道 人没有下车 就遭到屋主开枪打死 屋主被控 二级谋杀罪 奥克勒和马州一名警长 在公开会议上扬言 要杀记者 还怀念白人 可以临时黑人的旧时光 而这谈话记录 铺框之后 州长被要求 该名警长辞职 一名盘山学部的幼童 在家长不注意下 钻进了白宫 在维安人员逮到 并交还给家长 宝宝也成为了 白宫最小的入侵者 也可能是白宫 加高围栏之后 第一名成功的闯关者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提供 欢迎回来全球第一线时间 线上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 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你好 听音师傅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南韩总统尹席月首度暗示 可能改变立场 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前总统 则警告 如果南韩开始提供 军援给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可能提供 先进武器给北韩 俄罗斯总红普京也突然下令 对于太平洋舰队进行战备检查 想请问教授 您认为这样的威胁 对于南韩会成功吗 而对于太平洋舰队进行战备检查 是要对于美日韩 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则新闻 其实这个威胁是不是有效 基本上呛征性的意义 可能会大于实际的意义 我们先从南韩的动机开始说起 因为南韩总统尹席月 我们知道他从上任以来 就积极的在拉拢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打破了过去文在寅总统时期 在美中之间其实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现在的韩国因为北韩的威胁日益的增高 所以尹席月在上任之后 跟美国是越走越近 甚至是跟日本的关系 就修补了历史上面的裂痕 所以导致现在的韩国 想要靠近美国 而且从美国之间得到更多的 不论是在军事上跟经济上的合作 都是比较紧密的 那选择在即将要出访美国 就在接下来这几天 他要出访美国 选择出访美国之前 释出这样的讯号 当然是再次的强化 强化韩国跟美国 未来的紧密的关系 但是他的用字浅词 其实是用的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强调的是 未来的乌俄战争 如果出现了全球都谴责的一个情况的话 韩国就会去考虑 除了人道援助之外的军事合作 但是即便他用字浅词很谨慎 但是看在俄罗斯的眼中 恐怕它还是一种挑衅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丁 马上就做出一些反制 不论在言辞上还是动作上 言辞上特别形容 如果以时月真的是这样说的话 其实就代表了南韩已经介入到了 乌俄的战争 就是直接的冲突 所以他在行动上特别去强调 未来的俄罗斯要针对太平洋地区的舰队 做一些演练 甚至也特别提到了对于北韩 俄罗斯的前总统 特别讲到说对于北韩 会给予一些更实质的军备上面的协助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它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 现在因为乌俄战争的僵局 导致俄罗斯自己本身在军备上面 也受到了一些压力 尤其就在这个月 事实上俄罗斯才刚刚提出了 要用食物来跟北韩交换军需用品 军火设备 所以再次证明的是 俄罗斯虽然讲得很强硬 说要帮助北韩 要提升跟北韩之间的军事上面的合作 好像是对于南韩施压作为反制 可是在实际上面 恐怕俄罗斯自己在军备上面 还有多少的能耐可以来帮助北韩来强化 这恐怕是一个问题 不过还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气氛的升温 北韩自己本身的军事实力 尤其北韩最近在朝鲜半岛 整个东北亚地区造成的威胁 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一两年以来的 所谓的飞弹的试射 这种形式的升温 对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当然是有直接的关系 甚至有可能真的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 这个是南韩不乐见 但是也确实是因为现在韩国 南韩选择跟美国走得越来越近 导致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未来出现的变数也会更多 尤其是如果北韩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 采取的行动造成我们刚刚说的擦枪走火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对于东北亚的局势会出现蛮大的变化 那我们当然要持续的关注下去 但是如果针对韩国跟俄罗斯之间的 所谓的外交上面 或者是在军事上面的延迟交锋 恐怕就如同我们所说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要关注的还是在东北亚的北韩 到底如何反应 来看到西加坡总理李显龙国会演说表示 他认为台海是美中关系 最危险的冲突点 中西方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分歧 让人担忧 而希望中美的沟通管道保持开放 逐步修复关系 想请问教授是您怎么看 李显龙在这个时间点 特别的再度重提台海 是否出现误判 还有意外的风险增加有关呢 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事实上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美中台三边关系 一个润滑气的角色 因为新加坡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的背景 所以新加坡对于两岸关系也特别的关注 李显龙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发表谈话 强调未来的台海局势 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 因为他关注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中美的冲突 中美的这个紧张 交锋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导致双方的沟通 虽然还是有保持沟通的管道 可是沟通的品质正在下降 所谓的沟通品质下降 但其实反映出来的是 中美之间现在虽然有持续的对话 但是互相信任的程度是降低的 当你没有互信的时候 不管对方说什么话 你接受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当然对于和平或者是对于 接下来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些状况 这是为什么李显龙总领会特别讲到误判 可是对于台海局势 我们必须更谨慎的来面对 毕竟我们在台湾是当事人 就在美中交锋的第一线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谨慎判断呢 谨慎的部分在于 我们要考虑的不只是误判的问题 甚至我们要更加担心的是 未来在不是误判 如果是双方真的精密计算之后 做出的决定 恐怕是更令人担心的 所谓的精密计算做出的决定 其实从最近这几年的 所谓的美国军方所提供的勤资 包括我们看到的 美国太平洋司令 前后任司令都提出的 所谓的2027年解放军的军事实力 大幅的追进美国 中美之间在台海 台海区域之内的这个军事差距 会大幅缩小 甚至在2035年之后 当中国的解放军 按照目前的发展计划 到了2035年很有可能在第一岛链之内 有一定的优势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并不是误判 而是按照计划来进行 未来可能是经过精密计算之后 然后如果两岸之间真的发生了冲突 它就不会是擦枪走火 比较容易去做协调 而很有可能会变成是精密计算之后 做出来的大规模的所谓的军事的行动 这是台湾除了现阶段 要考虑如何来强化美中台三边 怎么样找到平衡点 怎么样找到沟通 建立沟通的管道 来赶快的进行两岸的降温 之外我们可能也要特别去注意 为什么美国会强调台湾 要强化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在未来经过精密计算之后 是不是台湾也有一定的威吓作用 威吓的能力 这些目前是李显龙总理在谈话当中 他所看到的危机 那我们当然也要进一步的 由台湾要进一步的去思考 这个谈话背后凸显的是 短期内的误判要担心 可是长期恐怕要来从长记忆 台湾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才能够避免未来在精密计算之后 可能美中双方可能还会采取的行动 这是台湾现在就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来关注苏丹内战越野越烈 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270人 并有超过2600人受伤 日本政府宣布已经着手准备派遣自卫队的飞机 到苏丹接回日本侨民 想请问教授您认为 苏丹这起内战会扩大吗 美国在制裁上面有什么限制呢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苏丹的内战 事实上就算它不扩大 它继续延续下去 对整个非洲地区的瓶颈 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我们要看苏丹的地理位置 它的战略地位是重要的 它占据了所谓的非洲之脚 其实在非洲 尤其在最近如果大家关注国际政治的消息 你就会发现在非洲地区 中国 法国 俄国 俄罗斯以及美国 其实都很希望 那现在的乌俄战争的这个影响 然后中东局势不稳 全球局势非常不稳的情况之下 在非洲有一些国际政治的角力 大家都想要强化在非洲的影响力 那苏丹的内战 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 跌下来可能要看的是 所谓的西方国家 跟不同的国家之间 在背后到底有多大的调停的能力 所谓的调停能力 是指赶快让它停战 甚至是未来苏丹接下来的领导的 稳定政权 稳定之后的掌握政权的人 会跟哪一个方向来 会靠近哪一个阵营来前进 因为现在俄罗斯也积极的介入 那当然美国包括了国务卿布林肯 也都在呼吁要调停 要和平 而且希望能够介入调停 我们如果看苏丹现在的问题 其实苏丹一直是纷扰不断的 最新的这个政局 真的是发生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苏丹内部的两大军事的组织 一个是目前的苏丹政府军 以及所谓的快速支持部队 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力的 一个政府的军队的组织 这两大组织在2021年 共同携手拿下了苏丹的政权 透过军事政变的方式拿下了政权 而这两个组织的领袖 两大将军又互相的出现了一些内讧 导致协调不成现在变成了苏丹的内乱 那也导致了因为是两大军事组织的互相的攻击 所以才造成死伤惨重 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现在考验的是外界的这些势力 究竟是谁能够hold住苏丹的这两大军事的实力 而目前我们说国际的局势这么的紧绷 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投入资源来协助苏丹 甚至是来协入整个大非洲的区域当中的和平稳定 恐怕考验的是各国真的是总体的实力 谁能够在纷扰的局势当中 还能够拨出一些资源来分享 或者是来处理来协助非洲和平稳定 我想这个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 或者对于整个非洲到底会往哪一个阵营来靠拢 会有一些指标性的意义的 而镜头转回到您所在的美国 可以看到福斯新闻台在2020大选期间多次报道 多明尼恩投票公司 这个系统公司是有弊端的操弄 产生不利于川普的开票结果 结果是遭到了多明尼恩控告诽谤 不过在开庭的前一刻 福斯同意支付7.8亿美元 换算是台币240亿来进行和解 也成了美国时尚涉及媒体公司 最高金额的诽谤和解案 请教您怎么看这场官司谁才是赢家 谁才是赢家 我们先说这场官司恐怕没有赢家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诽谤案 不管输赢都会严重的影响美国一般的民众 甚至是世界如何来看待所谓的美国民主政治 所以真要说赢家恐怕没有哪一方是赢家 只是看起来有投票系统公司 多明尼恩系统公司得到了赔偿金 但是对于美国的民主都是有伤害的 我们说这个案件事实上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拜登跟川普总统的竞选 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尤其是比较鹰派的一些人 就特别针对所谓的选举舞弊提出指控 那指控的主要目标就在这个多明尼恩投票系统公司 因为这个多明尼恩系统公司 它负责了美国28周 50周里面有28周采用了多明尼恩系统 这个投票的系统 在电子化的系统当中 这个川普阵营指控这些系统是可以被操作 可以做出一些投票的更改 就是在记录上面的更改 可是其实这样的指控是没有证据的 福斯公司之所以今天会提出和解 主要的原因是有种种的证据显示 当时福斯包括了记者 包括了福斯公司的高层 都已经收到了一些警讯 而且也在内部的讨论当中 非常清楚的点明了当时的整个报道的过程 是确定没有证据 但是在对话记录当中呈现的是 福斯高层认为这个新闻 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一个风向来前进的话 对福斯的乐听人 也就是对福斯的收视率是有帮助 所以继续让这个新闻延烧 所以从这个案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美国的对立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红蓝的对立 是对立是非常的严重 美国的政治两极化 为了收视率 为了抓住特定族群的选民 媒体很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前进 即便他知道他违反的是 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 但是媒体的对立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点当然就凸显的是 言论自由的保障 在美国宪法修正案当中 特别保障言论自由 而保障言论自由 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媒体 新闻采访的自由 那新闻采访的自由 过去任何的人想要挑战 新闻媒体大概很难过关 很难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判决的出现 媒体通常是战上风的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判决 这一次的和解案 也凸显了言论自由 它的保障并不是没有上限 也就是新闻采访并不是没有上限 可以任意来采访 这当然对未来来说 是设下一个潜力 只不过这个潜力 会不会让其他的媒体因为这个潜力 而不再就是真的会谨守本分呢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美国现在政治的两极化 在考虑到现实利益 也就是月听人收视率 考虑到这个状况之下 是不是这个扎头的生意有人做 即便是违反了这个道德的底线 跨越了道德底线 但是是不顾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 继续的来炒作不同的新闻 甚至是没有根据的新闻 未来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可能发生 即便有这个潜力出现 恐怕美国两极化的现象 也不会快速的来做一些修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待 所谓的美国式的民主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去思考 要看好的部分 但是也别忘了 美国民主它有缺陷的部分 要深自警惕 避免任何的民主国 任何的民主国家都应该避免 看到一些美国民主的缺陷的时候 要记得反省 是不是可以不要让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的民主体制当中 美国中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 共和党会将表决提高 联邦政府约958兆元台币的举债上限 以免造成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 但条件是拜登政府必须要消减支出 拜登则回应了 利用债务违约施压的行为 相当的要不得 而消减开支的建议是损害了美国人民 想请教教授 这再次的凸显 我们刚刚说到了美国的两极化的政治 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 而现在就发生在行政和立法的部门 拜登总统当然主要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举债上限 能够继续上限的天花板能够提高 避免美国出现倒账 没有办法付出负担国债的利息等等的问题 现在的举债上限31兆 其实我们如果只单看举债的上限 就知道美国的经济或者是美国的债务 其实问题是蛮严重的 尤其是我们以长期的趋势来说 在2023年现在是31兆的这个举债上限 如果往前推算 20年前2003年的时候 举债的上限只有6.2兆 那如果再往后10年 2013年欧巴马总统任内 举债上限只有10兆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美国的这个举债上限不断的向上提高门槛 他再再说明了美国现在是大幅的举债 来满足美国国内的需求 所以共和党现在主打的问题是 如果继续举债会造成美国将来还债 会非常有非常沉重的压力 现在就已经有很沉重的压力 所以共和党提出来的削减的这些 削减至少1300亿 拜登总统所提出来的这种预算案 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公共支出 很多的福利预算 当然举例来说 他们要删减的是拜登总统提出来 要减免所谓的就学贷款的这个负担 上限的大概是每个学生 每个大学生就学贷款 可以被抵免1万块美金 这个部分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 对于大学生来说 可能很多人认为是支持的 可是对于很多共和党来说 这个是不必要的开销 认为每一个世代都有学贷压力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 认为只是选票考量 所以他们在删减公共预算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公共福利 尤其是民主党主导的议题 就是他们想要去删减的部分 那当然这也在在的显示出 共和党想要跟民主党 互别苗头一种政治对立的情况 是非常的严重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 2024年的总统大选即将登场 现在的共和党 针对举代的上限 针对国防外交的议题 甚至台湾问题 都在跟民主党进行一些交互的攻防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未来这一年之内 我们会看到更多美国两极化对立 尤其在议题上面的对立的情况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当我们在外部来看 解析美国政治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美国虽然有它的这个优势 但是美国国内的内政 正在让美国对外的影响力 受到一些冲击 这是我们来 我们解读美国政治的时候 不能忘记 非常要非常谨慎的部分 感谢德州州立大学 汪里州副教授的筋辟分析 谢谢 感谢 接下来看看真实版的捍卫战士 美国前国安会官员 简以荣 曾经担任过F18 Top Gun的教官 2014年还曾在 美国在海协会AIT担任武官 他这次接受了 TVBS国际评论员 于文奇的独家专访 分享对于两岸军事动向的观察 阿汤哥在电影当中 驾驶F18担任Top Gun教官 现实生活中同样担任过 F18 Top Gun教官的简以荣 不只是丰富的军旅生涯 更是担任过三年的驻台武官 熟悉两岸军事情势的国防专家 简以荣在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 于文奇的专访当中 立刻点出台湾在两岸关系 紧张的局势当中 军事防卫上的难题 尤其台美双方在军售上的期待 明显不同 简以荣认为 俄乌战争当中 明显看到飞弹等武器 所展现的效益 尤其台湾的地理位置考量 认为军事预算 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先前才来台访问的简以荣 对于台湾的防卫实力感到乐观 但强调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攻击的经验来看 面对中国大陆武力威胁 台湾民众的作战意愿 还有训练 才是战争当中最重要的决胜关键 谈到两岸军事剑拔弩张 海峡中线有如虚设的情况 简以荣表示 两岸军事实力跟以往大不相同 台湾方面应该接受现状的变化 进行战略上的调整 简以荣预估 十年内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 就有望提升到能够武统台湾 但短期内出兵的几率并不高 从这次总统蔡英文 跟美国议长麦卡锡会晤之后的军事动作 就可以见端倪 尤其2024年将展开总统大选 认为中国大陆在军事动作上会相对狩猎 但需要关注明年1月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演说 可能将暗示两岸情势的走向 TVB新闻综合报道 百两会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 歌剧被影经过35年 13980一场演出之后 4月16日正式告别百两会 剧作家安德鲁·洛伊韦伯 亲自率领新旧卡斯最终献梦 来看TVB新闻合作伙伴 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记录 《歌剧魅影》 百老会史上最长寿的音乐剧 《歌剧魅影》历经35年 13981场演出 4月16日正式告别百老会 这一出音乐剧 从1988年在百老会首演以来 创下近2000万人进场观看记录 票房收入超过14亿美元 折合约427亿台币 《歌剧魅影》改编自勒鲁的 同名法国小说 剧情描述一位戴着面具 遮掩丑陋面貌的音乐天才 徘徊在巴黎歌剧院 训练心爱的女高音克利斯丁 演变成七美三角恋 最后一次演出 剧作家安德鲁洛伊韦伯 亲自率领新旧卡斯卸幕 我认为这几个月 我没有认为 我们想到 这几个月的演出 会有很高的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返回 我们都不知道 但我希望说的是 如果是会有很高的 它不可能会有更高的演出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演出 紐約美琪劇院座無虛席 全場一千六百名觀眾起立 看罪出飾演克里斯汀的女高音 沙拉布萊曼大合唱 場面溫馨感人 美出各軍妹需要一百二十五名演員 音樂家和技術人員 三十五年來一共僱用了六千五百名員工 每個人都依依不捨 歌曲魅影一直都是票房保證 然而百老會受疫情影響 一度關閉了十八個月 歌曲魅影重新出發 製作成本上升 遊客回流速度趕不上虧損 因此讓製作人忍痛決定向大家說再見 讓魅影和音樂涌流觀眾心中 TBS新聞綜合報導 顯上百個綠眼睛 讓攝影愛好者直呼很美麗 原來這是台灣貴措竹梳 從水甲投港裡的漁屋底部出現上百個長出綠藻的小圓洞 上頭有青苔綠藻覆蓋 一个个绿色的小水蛙 看来十分疗愈 摄影爱好者用照片 记录下这绿色的小圈圈 把它称为绿眼睛 让不曾见过的民众十分惊奇 绿眼睛那一款 漂亮哦 那一款看的感觉不错 原来这是台湾雕竹槽蛙的小坑洞 积水未干长出了青苔绿藻 就成了绿色小圆盘 大家那里面所有的 也更一块一块嘛 你苛刻后就感觉很漂亮 水草还是有肥料 已经有千千了 那夜球表面的会发操啊 在哪里看的 常常做我们的常常看 养殖渔民习以为常 看在摄影爱好者的眼中 却是家乡美丽的风景 而最强春雨来袭 增纹水库仍然干涸见底 蓄水量持续下降 只剩9.1%而已 根据水利署的统计 19日部分地区下大雨 全台仍有12座水库 蓄水量持续下降 尤其严重缺水的南台湾 白河水库上升0 仁义潭蓝潭蓄水量下降 只有无三头水库蓄水量上升4.62% 增纹南华阿公店水库 水位都持续下降 去VBS新闻顾首昌台湾报道 国小三年级课本教生智 像弄 但您知道吗 像弄的声音应该是像弄才对 有家长就笑说没想到正确的读法 好像台湾国语 像不叫弄 叫弄 弄 像弄 很奇怪对不对 教小朋友像弄的读音 怎么好像和平常读的像弄 不太一样 就连小朋友也不太习惯 5弄 7号2的 5要改成 弄 弄 27 弄 弄 要变弄 弄的读法 好像是台湾国语 也有人说自己69年次也是教像弄 以前学好像都是弄 可是我没有特别注意现在小学生 他们学校里面 是不是有把这个字变成多音字 弄东西 就是什么 弄来弄去 他弄我 弄东西 原来如果是指游戏做事或追究等等 逗弄 弄干净 弄明白这些动词都读弄 但如果是指名词小巷子就得读弄 作音还是会一直慢慢的改变 老师还是照课本的这样子 规定再教下去 所以有些可能会跟我们小时候念的会不太一样 过去也有因为读音和习惯不一样 重编定读音的案例 像是日式动饭 原本是警犯改成更口语的动 魏林原本是陌生读音 魏懒也改成魏林 什么则是什么跟什么都可以 但是常念到的蛤蜊 就只有蛤蜊是正确读音 不过要和别人沟通时 若要马上了解自己在说什么 通常也会用习惯的读音 只是如果真的要考试 或是要正确读法 可能真的要查一下 才不会一笑大方 特别新闻 熊梦记曹哲仁 台北采访到 不只台湾 中国大陆 华南一带也出现了剧烈天气 香港遭到强风清洗 有轿车被高处坠落的太阳能板砸毁 而在广东是遭受到了强降雨 还有大风 露树和户外帐篷都被吹倒 在时机雷雨大风横扫下 19号广东街头大型帐篷一秒被吹先 铁架塑胶等杂物向四周喷射 站都站不稳的行人 吓得急忙躲避 经不起强风的还有街上大树 在强风暴雨下折断 砸毁多辆轿车 还有驾驶车开一半 路数突然倒在眼前 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 福建南平18号也降下暴雨 当晚雷电击中一所学校旁的变压器 冒出吓人火花 当下夜空还瞬间变成亮紫色 雷急事件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福建雷震雨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镜头再换到香港 多地也发生天气灾害 19号上午轿车行进臀门青云路时 被一座大风刮落的太阳能板击中车头 轿车挡风玻璃和车头严重毁损 没人受伤 但在沙田镇街 一座天桥尾板被强风吹翻后 砸向舞女一南 其中四人被送往医院 大陆华南一带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 多地刮起大风降下暴雨 浙江温州海域一艘船只 疑似受到气候影响沉没 六人落水 在路过渔船员协助下才脱困 另外在江西18号开始降下暴雨 部分地区民宅淹水超过两公尺 警察货报超过40户民众受困 TVBS新闻谢谢新李明珍 综合报导